我們這個板樓的最大優勢 就是它的私物性更加高 而且它的容積率更加低 注意身舒服一點 嘩!這個景觀一流 真是 加油喜事 是一家服務含蓋 粵港澳三里的大灣區置業公司 在香港珠海均設有辦事處 公司自離於 為粵港澳客戶提供一站式的大灣區置業服務 客戶只需一個電話 我們就為你提供一對一的管家式服務 資深置業顧問為你提供大灣區物業第一手資料 助你在大灣區的發展道路上無枉不利 除了專業 我們還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團隊 以真摯熱神的服務理念 在市場上贏得眾多客戶的青萊 我們還有專車接送體樓 協助你收樓驗樓、裝修辦證 全方位照顧每位業主的需求 售後服務含蓋公正委託 協助諮詢港澳人士辦理居住證 辦理孩子入學灣區學校 管家式房屋代租、托管等 一條龍服務為你免許一切煩惱 助你融入灣區生活 致熱大灣區 有我便有他 安心有本地 事必找我們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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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熱大灣區 首選加油喜事 還有一條龍服務 三條龍服務 有一條龍服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現在就進來天茂嶺航灣的小小中心現場 有請梁小姐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項目的一個交通情況 如果是香港的朋友來到項目 需要多久時間和怎樣過來 這樣的 現在的話我們就一直在這裡宣貫著 我們這個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小時的生活圈 香港朋友怎樣過來呢 首先我們項目位置的話 就是我們航空申請最合心的位置 就是一橋之隔 就是這個港珠澳大橋 香港的朋友怎樣過來呢 首先香港的話就是在大嶼山上去 港珠澳大橋的話 半個小時左右的話到我們珠海這個人工島 再由大概半個小時的話 就經過這條橋的話 就在我們洪河大橋這裡落橋了 那麼我們項目的話 這個洪河大橋的上橋點的話只需要五分鐘 那麼全程的話呢 大概是一個小時的話 就可以實現到香港到我們項目的一個路程了 那麼交通上得挺方便的 是的 非常方便 由洪河大橋一落橋就到了 是的 全程大家過鐘 麻煩梁小姐可以介紹一下我們這個 洪空申成一些比較有特色的配套 那麼首先呢 我們位置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洪空申成 圓圈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洪空申成了 它就在我們最中心點 那麼我們項目的話呢 前面呢 就是華發雙都 南邊這裡的話就是濕地公園 首先的話配套方面的話呢 我們項目的話就是非常之有優勢的 在除了這個比較大的一個雙圈 華發雙都裡面的話呢 那麼你購物啊 行街看電影的話呢 就集於為一體了 那麼周邊的話四大中心 首先你會看到有一棟 210米高的一個地標 這個的話就叫國際商務中心 整個動畫都是高端寫字樓 五到二十樓的話 是我們五星級酒店 萬熊酒店 再往那邊的話 這裡呢就有一個產業服務中心 那麼呢 就針對於我們以後業主辦證 身份證 社保卡的話呢 就比較方便一點 就在這裡辦證了 那麼呢 這個就厲害了 市民藝術中心 它的話呢 就由我們一個世界 比較出名的建築師去設計的 新加坡之庫 不是 新加坡之庫的話 它是設計我們整個航空新城 整個航空新城 這個的話呢 好像我們澳門的新浩影會 北京的大慶機場 都是它設計的 它的名字叫紮蝦 紮蝦 這個的話呢 它整個的話呢 它就是四面環湖的 前面的話有個大的音樂噴傳 它就是成一個蝴蝶形狀的 裡面的話是一個大型的 一個展覽館和一個歌劇院 那麼針對於我們平時 你聽歌劇 會來自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國家的人 會在這裡表演的 針對我們的珠海入月貝 應該比較多人會熟悉 這個面積的話 比它還要大 大成倍 是啊 大成倍 而且今年年底的話 已經可以全部投入使用了 非常之美 非常期待這個 史密藝術中心的一個開放 那麼就聽了梁小姐說了 我們航空新城的一個六大中心 那麼不如快點了解我們的產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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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移步過來這邊的話 可以了解一下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產品 那現在看到這個就是沙盤 我們的售樓部位置就是一棟的樓下 我們整個項目是沒有任何底商的 是沒有商業的 因為我們商業的話 距離五十米以內的話 全部都可以享受到 那麼我們的售樓部以後 就用作於以後的一個物業用房 我們整個小區的話 戶數一共就是八百九十四戶 車位配比的話 是接近去到一比一的 整個項目的話 它的一個排布的話 就是南低北高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出棋的位置 是否因為南邊 靠近中心河 所以樓些樓要起矮些 往前後的北邊 就會越來越高 即是更好地看回我們中心河的景觀 是的 沒錯 你可以看到整個佈局非常舒服 前面的話 只有四棟小陽房 十層公園 那麼後面這裡的話 都是一些小高層 一個板樓結構 一梯兩庫 非常之舒適 隱私、乘近廚房 舒適度也非常之高 現在我們主要賣的就是熱燒的一棟 一個品智人結構兩梯四壺26層高 最主要都是以細面積為主的 一個兩房和一個小三房 一個橫廳設計的 一個三房兩廳一位和一個兩房兩廳一位的產品 接下來就是我們這個中軸二線景觀熱燒的10棟 10棟也是一個板樓結構一梯兩壺 一板下來就是四壺人兩個電梯 這裏最主要的是85平方和87平方的三房兩廳一圍 和三房兩廳兩圍 他們的戶型是一樣的 區別的話就是欠一個衛生間 就是主人房的衛生間 是 那個潮向我一見到 這個最大特色應該是戶環到潮南 是 每一戶環到潮南向 因為我們本身這邊的話 當地人賣房的話 它都是會比較在乎於南北通 或者潮南的屋住下去的話就比較舒適 而且我們這些板樓你可以見到它一字形的一個排開的話 它就從早到晚刻 從東到西都可以享受到太陽的 是 有陽光 另外想問問我們項目它自大好像有幼兒院和小學的 是 沒錯 我們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優勢 按照目前航生成的一個教育配套來說的話 我們就有自己配見的一個幼兒院和小學 是明年九月份開學的 那麼這兩個學校的話 它的私質也是非常之雄厚的 是屬於我們廣東省一級重點學校 它是以省一級作為標準去起的 我聽到好像都是以我們這個領航灣命名的 是的 是這樣的事嗎 是的 本來的話你可以見到 它以前剛建好交給政府的時候 命名的是金河小學和金河幼園的 現在的話它就重新命名以我們項目為名 去命名為領航小學和領航幼園 我大致想了解我們項目的一些基本準式 現在不如我們一起看看陽光 OK 我們首先看看我們一棟73的一個戶型的一個示範單位 我們看我們這個73是做到兩房一位的設計 朝向是朝南 我們去看看它這個開間很厲害 可以做到三米六 OK 那便稍微遲進來看看 現在看到我們一個交付的標準 所見即所得 現在看到這個鞋櫃也是會有的 圓關的一個鞋櫃 它裏面還有一個弱電箱 也製在裏面 到時是製造Wi-Fi 寬大的位置 當然要介紹一下我們這個三合一的防火門 一個智能電子鎖 它可以支持這個NFC 指紋和密碼和鎖匙也可以 而且這道門也比較厚實 這個顏色還算可以 中式 進來是一個非常開闊的景觀 這個採角非常好 因為這是20樓 一個02的戶型 現在我所處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餐廳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餐廳 餐廳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拓門 裡面一看就知道 一定是廚房 可以看到這就是一個冰箱的魚流位置 其實是放一個小小的雙開門 也不勉強,這個位置應該放得下 我們除了吊櫃 廚櫃也會有 三件套,油煙機 還有爐座和消毒櫃也有 而且款式方面也算是中規中矩 比較潔白,比較乾淨的感覺 當然這個位置有明昌 這個明昌的朝向是望回東邊 可以看到我們的海景和紅鶴大橋 平時在那裡洗一下菜 再看,都頗舒服 當然這個位置還有一個熱水器 這個都是膠標來的 熱水器,是萬和的熱水器 這個位置多方便,多人性化 我們出來看看客廳 剛才所說到,我們的客廳 是有一個3米6的開間 是很闊綠的 包括看這條線 這條線,這條線到陽台這個位置 都是陣送一半面積的 也就是計一半的面積 其實可以看我們陽台的景觀 這個景觀一流 因為這個是24樓 是高於前面的一個18棟的板樓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個南向的景觀 我們可以看西向現在在我們的右手邊 西向慢慢看過來,是一片很翠綠的草地 前面這個位置就是金灣的一個高爾夫 也就是保利天和的位置 再往過去一點點 我們就是看到我們中心河 室地公園的景觀 還有毛林匯豐酒店 還有我們的海景 連紅鶴大橋 金海都可以看到的 確實景觀是不錯 但是這個這麼漂亮的樓層 這麼漂亮的景觀 只可以保留在我們高樓層 如果是低樓層的話 可能會被前面的板樓 還有這個酒店所遮蓋 所以建議都是要超過20樓的景觀 是更加漂亮 看完我們這個洞區 看看我們的兩間房間和衛生間 這個就是一個朝東的房間 這個是小房 但是景觀我覺得真的很棒 這是一個飄窗台 雙層的格林玻璃 這個位置 看海景也是一樓 而且這邊是東面 早上的太陽曬過來 一定是很舒服的 看完這個房間 看看我們的衛生間 衛生間方面就算是比較小 但是都不得不說 73做到這樣 已經是OK的 我已經很滿足了 這個企光相對來說 勉勉強強 不算太大 但是採光面非常之好 依然是朝東 這個靈異 海景真正正 如果可以到03 當然就沒有這麼好的採光 還有這麼漂亮的景觀 最後看看我們的房間 這個房間應該是主人房 沒錯 這個主人房比剛才的小房 大了不少 我們看看我們這個是南向 可以看回高爾夫頭景 以及海景 真的算是不錯 74 這些這麼剛衰的一個護形 就可以為我們帶來這麼漂亮的景觀 這個護形我個人也挺喜歡的 看完這個74 我們看看84的横廳是怎樣的 現在看看84的横廳的護形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横廳的設計 我們的門口是這個位置 這個門口是這個位置 我們看看横廳的 這個進心已經是接近6米 接著這個開間大概也有4米 我們先看看這個横廳的設計 其實就看看這個門 跟剛才介紹的73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不同 只有一個防火門 但是那個後面還會有隱藏著一個懸關鞋櫃的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比較高 很扯風 我們再看看現在我們這個餐廳和客廳的位置 這個面積其實就算是比較舒服比較大的 這裡有一個飄窗台的位置 都是上層的玻璃 看出去就是剛才所說的一個02的護形 現在是個01的 24横的01 到時我們的客廳就是這個位置 客廳這個位置 到時你也可以放一張沙發 電視和電視櫃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觀眾最喜歡的横廳護形 當然你看回我們的陽台 我們的陽台是朝向南邊的 但是我們的左手邊就是東邊 這邊是可以看到更加好的東南的兩個不同的景觀 分別是高爾夫球景和我們一個海景 01一定比04好 因為01是東邊位 04是西邊位 不單是朝向更加美之外 景觀其實都如各位觀眾看到 都是更加美 因為朝東看到海 西邊的04就看到 我們繼續回來我們這個護形 看看我們門口一進來的位置 就是一個廚房的位置 那廚房的不同的就是 它的廚房門不是拖門 而是一種普通的木門 這是少許遺憾 我們再進來看看 冰箱預留位在這個位置 感覺上比剛才的74坪還要再小一點 比較小 都是正常的三件套 廚房三件套 吊櫃 廚櫃 這個都是會送回熱水器 這個熱水器是管道煤氣的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三間房 這個房間可以看看 這個房間跟剛才74的第一間房的面積差不多大 這邊就是潮北的 潮北 當然潮邊就是我們的江與海 下面這個位置就是華法雙刀 還有市民藝術中心 好漂亮 現在還有一個護境 雖然潮北的方向一般 但是景觀不算差 即是低樓層都可以看到華法雙刀 還有藝術中心 我們繼續看 這個就是我們的衛生間 這個衛生間不同 就是升級了一個2.0的版本 這邊是我們的洗手盆 這個鏡櫃 都可以放一點點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的馬桶 還有我們的企缸 這個優勢就在於我們的洗拆 還有我們的衝量如刺兩不五 這邊也是會有一個窗潮北的 景觀都不差 還有兩個房間繼續為各位觀眾介紹 這個房間真的算是比較小 給我感覺上有點像書房的位置 我們進來 這邊就預留了做一個衣櫃 這個應該都不是做書房 但如果這個要放床 最多是放一張咪耳或椅內的床 這個房間比較小 潮北都有一個飄窗台 有一個飄窗台都可以放雜物 這個房間都可以充分利用 最後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這個位置 主人房 當然那邊的房間留了一個區域 就是做衣櫃 這邊都預留了做一個衣櫃的位置 主人房方面都可以放一張大概咪八 應該OK 由這個位置到這個位置 放一張咪八或者咪五的床 放咪八就比較稠 放咪五就好一點 飄窗台這個朝向就是朝南 在美中不足的位置 我們移到左一點 可以看到 是會有少少的長體 遮住我們朝東的景觀 所以在主人房是看不到海的 除非是跌頭出去才能看到 這個其實總體來說 八十四 這個做到三房一位的幻廳 個人感覺上他得房也挺高的 而且在膠標方面都還可以接受 屬於那種比較簡單的那種時常風格 我們看完我們的塔樓 再看看板樓的一個示範單位 現在看看我們一個二棟的示範單位 這個二棟就是全部都是板樓 我現在為各位觀眾介紹 這個就是八十七平的 做到三房兩位 我們就進來直接看看戶型 現在這個示範單位是有原裝 可以說回這個門和鞋櫃都是膠標 都跟剛才我們看的塔樓一樣 還有一個圓木式的圓關械櫃 這邊還有一個鏡櫃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體積可以的 可以看到現在的場面 就肯定不是膠標 這個場面 現在做的吊頂也不是 後期需要自己去裝修 這個就是我們的餐廳 整個我們的開間是去做到三米七 比剛才我們的塔樓更加長 再看看我們的廚房 廚房 這個廚房真的會比剛才的七十 三和八十四都要大不少 冰箱預留位 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湯門來的 這個湯門 吊櫃、廚櫃 三件套都有 這個就是 加上熱水器就是四件套 這邊的位置是一個採光窗 這個採光窗 其實基本上應該是暗窗 採光就應該比較差 那我們進入我們的客廳看看吧 客廳3V7開間 可以看到這條藍色的虛線 藍色的虛線到陽台這邊是陣送一半面積 就是計一半面積 其實層高來說 比起我們的塔樓高一點點 目測大概高10至20公分 看看我們陽台 陽台就是計一半面積 這個是二樓的 這個是我們的二樓 可以看到 這個是望來源的 就會被前面的樓遮擋視線 如果低樓層的話 是看不到景觀的 包括我們這個東面 都是會給我們這個 武林酒店所遮住 所以看不到海 一定要高過18層才可以看到 這個板樓 當然板樓來說 基本上就不可以看海景 就是享受低密度的舒適性 那我們就進來再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跟陽台一樣 潮南的 就是這個位置 這張床絕對是小米5 我敢說 絕對小米5 定制的床 正常來說 就是買一張米2的床 這邊的位置 都可以做一個書櫃 和衣櫃 都可以 這個飄窗其實很舒服 那麼大一個飄窗 都不計面積 都是望來源 都是望來源 高一點樓床 可以看一點中心河 這個房間斜對面 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一個衛生間 衛生間來說 看起來的感覺 確實是比較高檔一點 因為包括這個洗手盆 是連著的 還有這個鏡櫃也是 這個鏡櫃是大燈的 感覺上都不常 做個吊頂 那我們再進去看看這個棋缸 去看看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暗窗來的 到時的彩缸可能都會比較差 通風彩缸可能都會比較差 但是省在私密性是比較高 棋缸的位置都還算是OK 我們再去看看 這個小房 這個小房來說 真的會比較mini 床涼了一下 大概是mlike 這個房間建議做一個書房 如果是作為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都還可以接受 因為房間確實有點小 這邊是一個窗 這個窗其實磨出去 封鎖了 這個窗磨出去 就是一個公共的區域 其實採光面潮筆的話 會比較差一點 潮北的位置 潮南的採光是OK 但是僅限於高樓層 最後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主人房 OK 我們的主人房 唯一不同就是 這個做了兩位 這個就是我們的水面區域 這邊是隔了一個梳裝桌 和我們的衣櫃出來 但正常來說 不這樣隔也沒有問題 到時看看怎樣設計 先看看我們的主位 這個主位 明顯比起剛才我們的工櫃 舒服很多 而且我們兩部間是大了不少 這個窗窗 看出去都是朝北的 所以採光和通風城 真的差了不少 我們再看看我們的睡眠區域 睡眠區域來說 床大不少 基本上床有1.8米 床短了一點 所以這個角度會比較寬闊 看看潮南的景觀 其實板樓來說 個人認為和塔樓的戶型分別 不是特別大 唯獨板樓的最大優勢 就是它的絲密性更加高 而且它的容積率更低 住起來更舒服 但景觀方面 應該是不夠我們塔樓漂亮的 看完我們三個示範單位 再看看我們這個109的鏡頭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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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就继续重温我们的区位沙盘示范单位 又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尾声 去总结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优势 就看回这个项目 就处于一个航空新城的一个核心地段 距离华发商都就是一个路口 走过去大概只需一分到两分钟 如果有我们香港朋友仔 由人工岛过来 由人工岛过来的时间 大概控制在三十分钟以内 航空大桥一落桥走五分钟就到了 其实这个时间和便知性是挺高的 再说回项目本身 对比周边 这个项目是一个基本上可以叫做 纯板楼的一个小区 其实它无论从这个丝密性 还是这个密度来说 都是非常之好 和非常之小的 这个密度 只剩下两栋高层 所以如果是追于刚衰来说 都可以选择一栋和十四栋 但是今期我们听到 就是说这个十四栋是准备去开 来到发现其实今年十四栋都不一定会开的了 一栋刚衰的一个七十四栋和八十四 都是一个准备受兴的了 因为目前来说 一栋大约十几栋货 都是集中在这个低楼层 高楼层早就被人买了 因为景观确实很漂亮 包括观众都是看到的 说回板楼方面 板楼的话最高都是十八层 如果买一些低楼层 基本上就是有少少扭望扭的感觉 因为它的内缘未来设计成什么 就暂时未知 相信应该内缘都不错 这个就是它项目本身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项目有一个 省一级CG的一个幼儿园 和一个小学 这边是做了一个木送式的一个接送 这个其实都是小区的优势 其实项目对比周边的价钱来说 它的缺点就是不算太优惠 因为其实两万二 周边都可以买到同品质差不多的一个小区 包括对比周边的一个叫做 华法天贸国际半岛 其实这一边的优势就在于它 户户低潮南 扮偶多 密度小 这个丝密性都会更加好 这个就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 本期节目呢 各位观众看完 这个项目漂亮不漂亮呢 自己心中有数 本期节目都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